爷爷 莫函带个叫花子回来 心意识马上就到 你先安心歇着 这我来处理 还不快滚 气脉血脉僵化 经脉受损 病一万七年 恐怕时日无多漏 爷爷 还想走 不上 这老头有你这样的损 恐怕早已经活够了 有罪我 就想活着离开青川 我想走 没人能拦得住 请保安神医出手相救 老头的一把年纪恐怕又活够了 我才懒得管你家这些烂事 谢神医来了 唐家受辱 请谢神医出手相救 师爷 又见到您了 徒孙给您请安 他是 我师爷三爷王 谢保安神医出手相救 你家老头已经痊愈了 赶紧兑现你的承诺吧 那你说吧 只要你说的我都答应你 赶紧兑现你的承诺吧 那你说吧 只要你说的我都答应你 你想什么呢你 我是说 你赶紧告诉严林 把他一个小命令给我 我想起来了 那你问吧 只要你问的我都告诉你 嗯 那杰林他从小爱学习吗 他每天按时交作业吗 就这点事 您就舍得出手相救 对啊 杰林 他说我女神 快赶紧说 赶紧说 按时交作业啊 他挺喜欢学习的 那他从小就爱吃糖葫芦吗 糖葫芦 我不知道 我没见他吃过 这就奇怪了 你别走啊 那您的大恩大德 我还没好好报答呢 你能报答的 我肯定都不感兴趣 对了 你必须替我隐瞒 不许说我在严治集团 做一个小保安 还有今天 我出手相助的事 知道了吗 这保安有点意思啊 看来 该和彥林 多亲近一些才行 嗯 快赶 严总 我回来了 杨老三 上班时间 你跑去哪了 我找你老半天都没找着 严总 我去出来点小事 喂 又是我的快递 帮我放在家门口吧 最近好奇怪 最近怎么都是我的快递 杨老三 你是不是给我买了什么好东西啊 没有严总 我最近没花钱都不够花了 那就奇怪了 我上周还收了一个快递 我把它放在我的房间里 但我总觉得怪怪的 我总觉得它在盯着我 严总 你别想太多 无论买具而已 总像有人盯着你看 你们先聊吧 我先回去了 严总 那你慢点 严总 您最近休息不太好 我送您吧 没关系 我自己走吧 我工作都忙完了 我送您一趟 嗯 那走吧 站住 杨老三 杨老三 你干嘛 杨老三 杨老三你有病吧 是吧 谁支持你这么做的 你这哪跟哪啊 你瞎说什么呀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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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